讲功来说菜 好的讲功来说菜 今天来说一道味噌陈皮鲜鱼汤 这个味噌鲜鱼汤 大家都喝过了 大家家里都会做 但是中间加一个陈皮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 有喝过这样子的一个味噌汤 那么这一道汤品不是乱搞的 收入在中药世家百年祖传养生方 天天喝好汤 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是他是有根据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 说这样子的一碗汤 是可以化痰止咳 礼器健脾 还可以消除疲劳 并且帮助人体的钙质的吸收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蒋炳翼 就是弟弟他很容易咳嗽 就带痰 然后你知道小朋友 他又不懂得怎么咳痰出来 所以就一直在那边 给他喝点味噌陈皮鲜鱼汤 看可不可以好一点 而且又很容易做 基本上就是做味噌汤 然后加个陈皮进去 陈皮去哪买 中药行其实都有卖 大卖场现在也都有卖 陈皮大概准备多少 看一下 大概10克 所以不多了 这边的鲑是准备鲑鱼 鲜鱼汤的意思是你有新鲜的鱼 不管是鲑鱼 或是比如说其他的鱼类 都可以适合来做这条汤品 我们今天是用新鲜的鲑鱼300克 然后豆腐一盒 当然是嫩豆腐老豆腐都可以 然后味噌45克 也就是大概两大匙 将近两大匙 对不对 两大匙多了 大概三大匙了 三大匙味噌 会不会太多 我看你先有两大匙试试看 因为有的味噌 尤其台湾的味噌 有太咸了一点 我觉得 你自己先试试看 然后两到三大匙 陈皮10克 海带牙 大概看你爱吃多少 就放多少 不要忘记海带牙都干的 有时候一放 就一胀起来一大堆 然后姜片 大概三片 葱末 还有盐 一点点 那么鲑鱼呢 你可以买那种轮切带骨的 那种带骨的鲑鱼煮起来的 其实味道比较浓郁一点 如果不带骨的话 就是带这个只有肉的 就是鲑鱼的尾巴部分 它的油脂比较少 但吃起来比较方便 不带刺 给小朋友的话 你可以选鲑鱼的尾巴部分 稍微把它切块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 它讲到把它稍微汆烫一下 我个人其实没有所谓的汆烫的问题 因为我就鲑鱼就还好 我上面用水 上面洗一下就好了 把它擦干 切块 然后豆腐也切块 味噌用一点点水 把它化开来 然后锅子里面 先加入橙皮 还有水1500cc 把它煮滚 然后煮滚了以后 就可以把豆腐 海带牙先放进去 还有姜片 一起用中火 稍微再煮个10分钟 就把橙皮 豆腐 海带牙都煮一煮 煮10分钟以后 把鲑鱼肉也放进去 然后再煮个大概5分钟左右 鲑鱼都熟了以后 就可以加味噌进去 把它化开来 然后它这边有放一点盐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有时候根本不需要放盐 甚至你可以放一点味淋 也不一定 但是因为有橙皮 所以味道应该已经蛮柔顺 吃的时候撒一点葱末 很简单的味噌橙皮鲜鱼汤 就完成了 可以促进消化 增进食欲 谢谢我们这本天天喝好汤 今天我们特别来宾来了 话说回来喝好汤 这位特别来宾很厉害了 因为大家讲到这个喝好汤 这个煲汤 煲汤香港人最会了 煲汤 煲汤 我们的这个港点大师 教养大师 罗宝侯老师 大家好 好来没见 为什么香港人会这么会煲汤 香港人 他们都说他们都喜欢阿姨 就是阿二 就是台湾人所谓的小三 那这种小三要要俘虏那个男人 最重要的就是要煲的一手好汤 让他过来都是可以滋补一下 真的还假的 原来香港人会有煲二房的习惯 所以从那个慢慢慢慢出来 所以香港人叫做那个那个汤叫做阿姨凉汤 阿二净汤 就是二房的那个好汤 哎呦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所在 对真的 真的 并不是说你爱喝饱汤你就有二房 不是这个意思 原来是这样子源自于这样子 对 就像我们台湾的那种酒家菜一样 对对对 以前酒家菜是因为有很多这个酒家女 小姐大家去这个呃就陪课 宴客的时候有这种酒家菜 那是另外一种文化 那今天这刚刚听完一个好汤 今天请到我们教养大师罗宝宏 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些教养这个教养课 是的是最近呢 因为陈一阵子不是他刚过那个圣诞节吗 我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会问爸爸妈妈 就是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 罗宝宏你自己也有小孩 你小孩也是六岁多了吧 就跟你的Jackson一样 对不对 他已经到了这种 对很多事情很清楚的时候 对 逻辑都很清楚了 对对 像我们家小的雷腾才四岁 对对 还比较好骗一点 人家不是骗三岁小孩吗 四岁也很好骗了 对对对 但是呢 因为他们是兄弟 所以当哥哥觉得说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 他讲这种话的时候 弟弟就会产生疑惑 甚至于呢 弟弟最近呢 去了学校幼稚园 弟弟是幼稚园小班 对 老师特别在联络部上写说 今天弟弟在学校差点跟同学吵了起来 因为弟弟坚持说 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 弟弟坚持没有圣诞老人 对那其他的幼稚园小朋友 还有就说有嘛 明明就有 而且可能老师也正在教圣诞老人的故事 是的 那弟弟就持相反意见 因为他在家里面 他听到哥哥讲说 根本就没有圣诞老人 对 那哥哥为什么觉得没有圣诞老人呢 那真的怪我了 天 因为哥哥小时候幼稚园中班的时候 我到他们幼稚园去担任圣诞老人的工作 OK 然后呢 我带了这个胡子 穿了圣诞老人衣服 然后送给大家礼物 那因为当时有四个家长 来扮演圣诞老人 我是其中一个 对对对 然后每个不同班级小朋友 就去跟圣诞老人领礼物 好巧不巧 我的小朋友Jackson 正好排在我这一条队伍里面 然后等到他到我面前来拿礼物的时候 他觉得我的脸太熟悉了 他就用手去扯我的胡子 一扯我也没阻止他 是的 他就发现 哎 圣诞老人是爸爸 对 是爸爸装的 然后从那天起 他就开始收集任何有关 圣诞老人不存在的一些讯息 比如说 我们根本就没有烟囱 圣诞老人怎么进来 对对 或者是圣诞老人这么胖 他怎么可能飞在天上 种种种种 这些证据 他都觉得说 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 是的 甚至于我后来接受一个网友的建议 说给他看 有一部卡通叫做北极特快车 就在讲一个小朋友 他从小正好拉了爸爸的胡子 发现爸爸是圣诞老人以后 他开始怀疑这一切 而且不相信圣诞老人 可是有了北极特快车 他到了北极去看了圣诞老人 又相信了 重始这个信仰 这样子 好了 我给他看完了卡通 他就跟我说 那是卡通啦 爸爸 你知道 反正就是他真的不相信 那有很多网友跟我说 他的小孩可能到小学才会 才破灭这个想法 没错没错 所以说众说纷纭 有的人希望让小朋友 保持这个很纯真的一个 可爱的一个梦想 说世界上有圣诞老人 有的从小就跟小朋友说 没有是圣诞老人 对对 待会广告回来 我们就请罗宝宏老师 跟大家聊一下 到底什么时候 让小朋友接触事实 现实跟梦幻 我们到底要不要去破坏他 去把它分清楚 OK 好马上回来讲公厨房 别走快 FM1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 请到的是教养大师 罗宝宏老师 hello 大家好 特别恭喜罗宝宏老师的新书 应该已经上市了 上架了 各大书都应该会有了 因为我们是一月多播出去的 你那书什么时候要上架 我的书 1月7号预购 1月15号正式发售 就可以预购了吗 对对对对对 第二本了 第一本是那个蒙特索利 专家亲秀 教孩子学规矩 一点也不困难 那么第二集就是说 教小孩还是太难了一点 没有 第二本是结合了很多你的想法 对对 这几年的一些想法结合在一起 对 呃 这个再慢慢跟大家聊了 嗯 可是我一开始认识罗宝宏 到他们家去做客的时候 去你们家玩 对对 我就发现你们家小朋友 教小朋友的方式很不一样 对 就比如说你会给你小孩 真正的玻璃杯 没错 就是说像我们都是用儿童餐具 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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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你们家都给他真的玻璃杯茶壶 真实的物品 陶瓷茶壶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而且让小孩自己倒茶壶 对对对对 我想说他不会破吗 甚至于他第一次你们家小孩那个那个 第一次去摸的时候 我还是要小心 没错 就发现他他蛮会弄这个东西的 没错 他也出去吃饭 他也不会用到儿童餐具 对 他都是用现场的真正的 对 大人用的餐 对对对 后来我就听Maggie就是那个 我太太 我太太跟我讲 就你们尽量让小朋友接触真实的东西 对对 然后这个这是一个想法 对 包括了现在我们要聊的有关这个圣诞老人 这件事情 对 真实还是幻想到底要不要让小孩拥有一个这样的可爱的幻想 对 那你们家这种教养方式从小让小朋友接触真实的东西 对 你会不会也是直接就跟你跟小孩子讲说哎没有圣诞老人爸爸就是圣诞老人 对 关于圣诞节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他是很浪漫的 嗯 那而且在我从小到大 我家里极少的神话故事里面 这个应该就是唯一的一个有出现的故事就是圣诞老公公 他会每一年在圣诞节送礼物给乖的小朋友 嗯 所以 因为这样的一个动力让我想要表现好啊 尤其是快到十月了十一月的时候啊 然后期末考的时候啊 我们我们就会努力 那我从小到大是这样的大概到了小二小三的时候吧 大概自己也知道哎原来 那很快小二小的就是我们现在小孩子这个年龄 对啊 小一啦对不对 对 大概那个时候你孩子都应该会知道圣诞老公公其实是爸爸妈妈办的 所以 至少会怀疑了嘛 对 而且自己就有想要就是你每年都觉得我自己想要的礼物 为什么圣诞老公公都会买给我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 后来就会知道了原来是爸爸妈妈那呃然后之后当我了解了之后以后他们就没有再讲这个这个故事了以后就是圣诞节爸爸妈妈带你去挑一个你想要的礼物 嗯 那作为父母对我们的爱我认为这个对孩子是无伤大雅的嗯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那在小朋友一一岁两岁三岁的时候一他还不认他还不懂嗯 所以他就收到礼物就只觉得啊好高兴哦有一个叫圣诞老公公的送我礼物然后就看到一些图片哦就知道有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家送他礼物那到了四岁五岁六岁的时候可能他开始在学校听到有些大哥哥大姐姐说没有圣诞老公公嗯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去拆穿他呢嗯其实我认为也是个人了嗯对那呃如果我的儿子问我是不是圣诞老公公是爸爸妈妈装的我会很老实的告诉他是啊 其实这其实这个是爸爸妈妈哦因为爱你呢所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假扮成圣诞老公公来给你一个圣诞礼物的那希望你呢因为有这个圣诞老公公的故事在心里面你会努力做一个好孩子那爸爸到底有没有圣诞老公公呢就是我们家的圣诞老公公呢是你装的对但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圣诞老公公住在北极呢你知道吗儿子啊其实真的有一个职业叫圣诞老公公的 然后呢他还有信箱你还你以前可以寄信给他他会回信给你现在还可以写email给他他可以回email给你真的圣诞老人回信给我的吗真的是圣诞老人但是他是一个人伴的哦哎那他也真的没有一个雪橇有迷路可以飞在天上哦哦那个是一个童话故事哦所以说可以大部分的实际上情况跟他讲你可以因为圣诞老人是个工作对让更多小朋友开心的一个工作确实是有这个工作真的有这个工作对然后呢你知道吗 连Jackson的爸爸以前也装过圣诞老公公这个这个idea不错对那爸爸以前在幼稚园也当过圣诞老公公所以圣诞老公公代表的就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家像你的爷爷你的阿公然后他是很疼爱孩子的也因为这份爱他只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表现好然后让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礼物给小朋友哦那如果路上有圣诞老公给我糖给我糖果叫我去他家玩我可不可以去哦那孩子啊 那一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如果爸爸在你旁边那个小老公公呢是在百货公司的可以啊但是如果我可以去他家玩吗嗯去玩我想他应该也不会这样问你吧对他如果这样问我就有问题对如果他会这样问你的话就奇怪了是那老公公为什么要你去他的家玩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听到这边就知道因为我觉得很多父母也跟我一样啊会有一个疑惑对什么时候要跟小朋友讲圣诞老人是假的跟他讲是假的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好像破灭他的纯真童年的一个感觉 可是我觉得像刚刚罗宝罗斯刚刚这样解释我就很好啊你要顺带告诉他以前我们这样让你就是有一个梦想的原因而不要我告诉你是假的我也是骗你的啦哈哈哈你这笨蛋不是这种态度对是跟他讲其实圣诞老人真的有这份工作现在也有其实真的是对不对他还真的你可以写信给他的而且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担任过这个工作现在还是这样子没错你这样可以跟他讲所以你不用跟弟弟讲实话对弟弟现在还在享受这个这个这个 很可爱的一个故事真的对不对你可以跟他这样讲对不对他也很希望因为收到礼物所以当个好宝宝当个好孩子嗯对那这个故事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不接受其他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你要乖哦不然晚上虎姑婆会把你的手指吃掉哦这个也很有名啊罗宝罕你讲了一个重点你接受一个正面的影响力的故事比如说你乖的话你就会有礼物对你乖的话就会有人爱你啊爱的表现是给你礼物 但是你不接受说哎你不乖的话就会有人来咬你哦有人来抓你不吃饭雷公跟你讲你不吃完这个东西的话雷公就来就散电就散你对或者你饭力不吃完你将来讨老婆脸上都是麻子对对对这个大家从小都听过把妈从小都听过但是我会觉得这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他就会对你这套规范方式很嗤之以鼻而且是看不起你的方式的这那这个其实是降低了我们 大人在教育上的高度但是圣诞老公公能够增加我们对孩子的亲密度正向的态度哎这个不一样啊这有道理的对这样这样听我们大家就越来越了解对为什么这么做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呃当然圣诞节已经过了但是我相信就算是圣诞节过了有时候小朋友还是问你这个问题或者是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神奇人物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到底是在有没有超人到底是在有没有雪怪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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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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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很多狗会讲话 狐狸会讲话怎么样吗 但是这种比较幻想式的故事 我们会建议在孩子大班之后才给予 那五岁半以下 我们还是会希望多给予孩子 真实的跟生活连结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小朋友 他的爸爸的名字很有名 叫做Eric Clapton 对对对 吉他之神 吉他之神 Eric Clapton 他的孩子就是大概在他三四岁的时候 从窗户那边跳下去死掉的 他还特别写了一首歌 Tears in Heaven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看太多超人 所以他的孩子就假装自己是超人 从他的那个城堡 他的家乡城堡一样的三楼窗户 那边飞出去结果跌死 那这个引以为戒 对好 听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其实大家会发现 其实今天我们讲的主题 乍听之下很可爱 事实上他蛮多很重要的一些点 像刚刚你听到 有很多小朋友真的以为自己超人 就跳出去了 对 也有这种事发生的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大家回来我们聊一下 刚刚罗宝宝在讲 如何让小朋友接触真实的 几岁以下 然后什么是真实的东西 这一切对小朋友有什么好处 大家回来 FM03中广流行网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请到教员大师罗宝宏老师 保宝老师你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聊的就是有关小朋友对一些幻想 幻想的事情 可爱的卡通 圣诞老公公 超人 这些事情 我们到底要帮他破灭这些梦想 我们有时候看小朋友去看电影 他都会有这个电影 比如说几岁以下 儿童要父母陪伴 PG13 对 父母陪伴 有时候这个不见得是恐怖的电影 对 他可能是很多幻想在里面 打来打去的 所以他要小朋友陪 要父母陪伴 没错 今天我们也发现说 其实很家里很多这种事情 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跟小朋友讲实话 对 包括了像刚老师讲过 那有关超人的事情 就Eric Clapton的儿子 以为自己超人 就一药而跳下来就过世了 对 所以有时候你要跟小朋友讲一些实际上的事情 对 但这个实际上现实的层面要到什么地步呢 比如说有时候你在外面吃饭 对 你会跟小朋友讲说 你不能乱跑 乱跑的话 警察署就会把你抓走 对 可能不是警察署就会把你抓走了 可能老板后来会跟你讲说 小朋友不要乱跑 对 很危险 对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跟小朋友讲事实的事情 对 我觉得你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他 这些行为 父母不想你做的原因 比如说有一个孩子 我认识有一个孩子 他就是在家里 然后就做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 妈妈就会跟他说 你不要这样子 你这样子 等一下史瑞克来找你了 你叫史瑞克是什么 绿色的那个 对 然后那个孩子就不要 不要 是真的害怕的 那个两岁多的孩子 然后妈妈就很高兴了 哈哈哈哈 你看等一下晚上史瑞克就找你了 就是用这些各种的手段来去给予他规范 透过恐吓他 那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那 等到孩子长大了之后 等到孩子长大了之后 他知道原来没有这些史瑞克啊什么东西啊 他觉得你是故意这样子吓他的 我觉得孩子不会觉得好受的 嗯 OK 那这就是那换一个方式来讲 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跟现在尤其Jackson的 现在长大了一点 他会常问我说爸爸 嗯哼 我们家是不是很有钱 对对对我们家是不是很多钱 可以买很多东西 嗯哼 对那呃有这些钱我们就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有时候我就想跟他解释清楚一点 有关怎么赚的钱啊 然后怎么回事怎么花这个钱啊 钱要怎么存起来 先给他存零用钱的 可是又是怕说他听不懂 对对 所以我就想说像罗宝宏 你们家里从小就让小朋友接触真实的东西吗 甚至于你刚讲了一个一个点 你说五岁以下的小朋友 对 尽量的跟他讲真实一点的故事 对 真实一点的绘本 对 像像有像外面的绘本有的是比较真实的 对 小朋友爱吃蔬菜 对 或是什么妈妈买绿豆 对对对 比较写实一点的 对写实 这种其实比较适合小小年纪小朋友 绝对比较适合 然后五岁以上呢 再开始跟他给他看一些比较幻想的东西 对对 比如说你就可以给他看那种天方夜谭啊 然后阿拉丁神灯啊 那些那些我觉得给小学的孩子没有关系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有些小朋友 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公主啊超人啊 那女生多接触公主他就会有一种病 公主病没错 那喜欢看超人那些打来打去 超人病 他在学校都就会打来打去 没错没错没错 他把别人都当做怪兽 对 我这幼稚园见过好多这些小朋友 其实非孩子之福 这我觉得是真的 因为像加克森就很喜欢看超人 很喜欢看这种超级联盟啊 干嘛干嘛 介绍 对啊 那每天就是去学校回来就又跟同学打架 没错 那很明显这个打架就是说大家闹着玩 给小朋友闹着玩到最后就会打针 真的就打来打去就不开心了 对对对对 所以你讲的没错像罗伯豪老师家里的雨晨呢 也蛮喜欢美国队长的 当然更迷的是一些假虫 对没错 虫类的东西 他他也有透过Jackson那边的资讯让他了解什么叫咸蛋超人 假面超人呢 有时候去玩具店他也会看一下 但他现在但他因为他比较习惯接触那种真实的东西 嗯 所以他看那些好像就是感觉娱乐 对 然后玩昆虫啊 然后呃 养蝴蝶 养蝴蝶啊 把妈冒充养成养成那个羽化的蝴蝶 这些感到的 有点像他的正业这样 是比较真实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让孩子能够跟真实生活连结有助于他智能发展 独立发展 我那天问了罗夫人啊 就是罗太太啊 有关怎么让小朋友接触真实的东西 对对对 那我就很多父母们听到罗老师这样讲 他我应该让小朋友接触真实东西 对 可并不知道怎么着手 因为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对啊 充斥了太多的这种偶像的一些故事 嗯 超人也好 虚幻的故事也好 对对对 那这些这个商业行为的一些人物啊 为了让你刺激你买玩具 对 产生出来一些故事书啊 非常非常多 对 对那后来我就问罗夫人罗夫人说 其实最主要是还是要从孩子的兴趣找手 可以这样讲 是不是对 就因为像呃 那个你们小孩喜欢甲虫吗 喜欢昆虫吗 对 他说他都其实可以看Jackson 如果他喜欢恐龙 那你就可以让他去聊 有时候那恐龙现在已经没有了 嗯 你可以让他去了解恐龙的脚印啊 化石啊 带他去博物馆 去看一些恐龙的一些化石 就是这样延伸 慢慢让他去延伸嘛 对 他如果喜欢飞机 就像看他飞机的照片啊 飞机的构造啊 带他去空军基地啊 带他去空军基地啊 去看飞行员的衣服啊 他所要用的用具啦 没错 对 这些种种 他都其实是可以从从小朋友的兴趣去 去延伸 让他诱导他去喜欢真实的东西 没错 然后那在学校里面所谓的主题教学就是从一个兴趣 孩子有兴趣的东西开始延伸出语文啦数学啦自然啦 哦 呃 各种等等的那些科目 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孩子有什么兴趣开始 嗯 最近呢 我也常有点苦恼就是想要把杰克森导正在那些这些比较真实的东西上面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父母们都可以好好尝试一下 是的 那罗老师最近其实还做了蛮多的不同的讲座 而且我看你常在那个网络上回答大家很多不同的问题 对 孩子教养的问题 对 那最近又出了新书了吗 嘿 那我觉得这本书讨论的东西好像更多 非常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 甚至于有关于很多有关家长自己层面的一些想法 从家长层面从孩子层面从家长的情绪面 孩子的情绪面到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帮助孩子 甚至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家长的都有讲到 嗯 我很好奇就是罗老师你自己孩子现在 因为你当时是专注在零到六岁 是你的最大强项 对 那现在你自己的孩子 雨晨 嗯哼 已经跟我的孩子一样要迈入第七年了 七岁的生日就快到了 进入小学阶段 对对对 在这个年龄的他你觉得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对这样的孩子七岁开始以后的孩子 是充满着生命力充满着活力的 跟零到三三到六岁的那个孩子已经不一样了 有更多的组建更多的独立性 那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自由 更多的尊重更多的讨论 而且我们当然一定要记着要允许孩子犯错 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他的犯错 我觉得这一点从小到大都很重要 但往往都是我们会觉得你长大了你怎么还是会这样呢 嗯其实不是的 嗯我你长大了 那我更要用尊重的方式来对你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 好最后的这个广告休息过后回来就请罗老师在这方面跟大家做个总结 有关于尊重孩子 尤其七岁以后 好啊 大家往后来 FM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回来了 今天的又是这个蒋爸爸请到这个小孩教养之大师 就是我们罗伯宏老师教大家最后来做个小总结 那罗伯宏老师这几年我看你在Facebook我常常看你Follow你Facebook谢谢 常常回答家长们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那有时候呢我觉得你也是用很隐喻的方式来告诉对方 这个甚至不是小孩的问题 对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家长自己想太多了 没错或是要求太多了 没错呃尤其是从小朋友的 希望从小朋友观点来出发了 对那你将会特别提到七岁以后特别尊重小朋友 没错那我们要怎么去尊重小朋友 我来特别讲小学的孩子好不好 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讲零到六岁 小学的孩子他们开始有课业的压力了 需要考试了有分数了 然后在教室里面我们也会更要求孩子的规矩了 往往家长跟孩子的冲突都在这两方面 第一就是分数 第二就是规矩 那以一个小学生来讲 他的控制力绝对是比零到六岁强很多的 如果在教室还是没规矩 八九不离十是因为大人对他的态度的问题 让他心不甘情不愿 在心里长期被压抑之下 他们会有一些无意识的偏差行为出现 比如说引人注意 或者是反抗 那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天才 有些孩子学习能力比较慢 如果我的孩子他其实就是只有八十分的标准 我每次看到他八十五分八十六分八十三分 我都用骂的只会让孩子更不想学习 在我的小学部的梅雨补习班里面 我见过太多孩子因为父母 一要求规范 二要求分数之下 都会让这个孩子每况愈下 越来越不想上学 越来越不想读书 而我看到的就是 当有些孩子发展真的是比较弱的 分数真的是 天赋真的是比较低的 那些父母能够用包容跟耐心 来对待这些孩子的时候 往往这些孩子都会感觉到自己学习的兴趣 都会更想要去努力 嗯 这个我觉得可圈可点啊 我特别有感受 因为加上以前有一次带了一个72分的考卷回来 我说你怎么考72分呢 你到底什么不懂哦 原来题目考不好 然后过两个礼拜以后 他带了另外一张考卷 很开心的说爸爸你看 我以为要考100分了 78分 这有比72分好一点吗 可是加上开心 爸爸我进步了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他有那个上进之心 他知道自己进步了 这就是很好了 对不对 而不是97分还要打三下 有没有 好了 希望加上越考虑越好 希望所有的家长们可以更尊重小朋友 更了解罗宝宏老师 他所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 也预祝你的书大卖 现在预购 大家上网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下次再请我们的教员大师罗宝宏来了 OK 那希望你下次再回来我们家公主房 OK OK 拜拜 distribute 咯 这个 我们下次再回来我 他会让你拥牛 我会让你拥牛